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茄子和面条两者搭配在一起吃 大家有没有吃过呢? 自从我家学会这个做法 三天两头的就这样吃一次 香辣爽口开胃 吃起来很是过瘾 比吃肉还香 做法很简单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得搬 首先,准备半个胡萝卜 把皮去掉 再切成薄一点的片 然后切成条 最后切成丁 装入盘中 半个黄瓜 改刀切成条 装入盘中 接下来准备两个茄子 把茄子地去掉 然后把皮去掉 茄子呢,是一种营养很丰富的蔬菜 也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常吃的 而且茄子分好多种 每一种的口感都不一样 今天我买的这种茄子吃起来 比较清甜,细腻,柔软 烹饪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 就根据自己喜欢的烹饪方式来做就行 皮去掉之后切成厚一点的片 再切成粗一点的条 最后切成丁 装入碗中 加入清水 加一勺白醋 这样可以防止茄子氧化变色 还可以去除茄子的色味 使做出来的茄子吃起来口感更好 接下来,准备大蒜切成片 再给它切成蒜末 装入盘中 一把小葱 把葱白部分切碎 和蒜末放在一起 准备两个鸡蛋打入碗中 加一勺白醋去腥 搅拌散开备用 调个料汁 加一勺生抽 一勺香油 半勺老抽 一勺蚝油 一勺番茄酱 半勺鸡精 一勺盐 一勺淀粉 加小半碗清水 搅拌化开备用 跟着把浸泡的茄子捞出来 挤干水分 放入盘中 然后锅烧热 加一勺油 油热之后把鸡蛋液倒进去 翻炒成鸡蛋块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给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拎起锅 加入清水 给它烧开 然后锅里面继续加一勺油 油热之后把葱蒜辣椒倒进去 翻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之后 倒入茄子 胡萝卜 胡萝卜 翻炒 使胡萝卜断生 把茄子炒软 再倒入黄瓜条 翻炒均匀 炒至断生 然后把料汁倒进去 翻炒使所有的食材入味 炒至粘稠 最后倒入鸡蛋 翻炒均匀 先放在锅里面备用 锅中水开之后 加一勺盐 加盐呢 可以使面条更加的筋道 有韧性 不易断 还可以使面条入点底味 再放入面条 面条可以根据 家里面的人数来放 搅拌一下 防止粘连在一起 给它煮两分钟 煮面条的时候 水一定要多一点 这样才不会浑汤 煮出来的面条 吃起来也会更好吃 给它煮成这种 透明的状态 就差不多了 如果喜欢吃软一点的面条 就给它多煮一会儿 再捞出来 直接放入锅里面 把葱段倒进去 搅拌均匀 使面条能够均匀地 裹上料汁 哇 看着好香呀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搅拌均匀之后 装入盘中 像这样就可以美美地开吃了 就这样 一盘简单美味的茄子面条 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吃起来香辣开胃 清爽又简腻 面条吃着筋道有弹性 一点也不成佗 加了胡萝卜 黄瓜 茄子 鸡蛋 营养很是丰富 在炎热的天气 吃饭没有胃口 您可以像我这样做一盘面 保证您满意 吃了还想吃 真的是太过瘾了 吃一次就会念念不忘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家常美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美食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